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英国伦敦访问行程 他和由英国金融服务行业代表组成的商界组织 举行原册会议 介绍香港最新的经济和金融情况 他之后出席英国香港工商协会的午餐会 并发表演说 陈茂波说国家鉴定支持一国两制制度 在香港长期实施 在这个制度之下 香港独特的地位和普通法、法治 以及其他优势长期持续 展望未来 香港正全速推进以金融服务 和创新科技双引擎引领的高质量发展 并决意成为国际绿色科技和绿色金融中心 他又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临时代办杨晓光公事会面 介绍香港最新情况和未来发展